而是把握住每一次的机会 希望你都用自己的方式跟力量大方地讲 过过社会大陆的支持 让他们能够更加的强壮 想跟姐姐请教一下 就是来代言这个 刚刚有看纪录片啊 你有在哪一幕的时候是最触动你的 我跟你说因为我觉得子依的状况 就是一个很成熟的 所以你们刚刚可以看到她的讲话 她才15岁 我觉得回想起我自己15岁的时候 可能要面对到的事情 没有她那么的沉重 但她还是很乐观 然后她还是很努力 然后帮助家里 她跟她弟弟去摘那个豆豆 喂家里炒菜 就是你看她整个过程 最触动应该是她最后收行李 要离开家的离别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蛮触动的 因为自己可能也要面对很多的分离啊 或者是因为工作关系 因为父亲的关系 所以其实就是很有感受吧 嗯 那既然我有山路陪那些小孩子吗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最深刻的 我去年的时候跟着 呃 呃 小弟导演 是有去 今年的是整个过程是 丽州导演是用不同的方式呈现 所以今年没有特别去 但是我有看了他们的 每一个不同小孩的一些案例 嗯 恭喜恭喜 这我跟你讲当妈妈之后 之前其实跟Saina也见到面 但是刚刚也才得知她的声 所以很恭喜她 我觉得当妈妈之后的力量真的会很不一样 所以她好好享受那个母亲的一种 呃不一样的感受 我觉得是蛮美好也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共诚的 嗯 有什么 是会传讯习惯性吗 一定会一定会 一定会 有什么经验想跟她分享 啊 她才刚生完 你看她好好休息好不好 哈哈 我们还可以很多时间再慢慢聊 让她先好好休息 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很重要 嗯 那因为就是昨天天心有剖出一张 你跟她之前合作的戏剧 那个泳装照 哦 我有看到 那是泳装照吗 你看我这么的 穿得像保守 从以前就很保守 对啊 那个真的好多年了 那个已经很久了 真的那一部戏我已经忘了是哪一年了 很早之前 29年前 哦 你已经做好功课了 对 好惊人哦 哦 对 但是就很 就是看到自己 我昨天还在讲说 这张照片有点吓到我 因为为什么那么清楚 如果是29年前的话 她好高清哦 我觉得 因为你们那时候都是高清美丽 哦 谢谢 都没有编 是的 谢谢 原汁原味 对 就是这玩意的新戏 是是是 那因为很多网友都说 很期待这部戏 嗯 就是阵容很简单 嗯 那能不能看起来就是 这次在这部戏里面 角色大概是什么样子 对 我也很期待 因为它实集有十个不同的故事内容 但都还蛮有意思的 会有一些连结 然后 对 因为 邱先生第一次制作 我觉得他很幸运 就是有这么多的好演员参与 然后我自己的部分 就是有一些办公室跟一些 姐弟恋吧 哈哈哈哈 就一些情感上的 就是没机会讲不同的情感 对 嗯 那因为刚就是参加完那个 神风破浪啊 嗯 那因为现在中国 嗯 好像综艺节目有一些 就是有一点点声音 有没有关注到 其实像是好顺音之类的 嗯 就或者是当初在录神风破浪 有没有遇到什么 其实我们在录制的整个过程当中 真的是全然被大家帮助 因为那个录制的高压情况 其实我身边有非常好的PD 就是很多很很 就是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 所以我想可能每个人 碰到的状况会有一些不一样 那至少我在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被照顾得很好的 嗯 好 谢谢 最后帮我说一下 就是要怎么样 就是帮助这些小朋友们 哦 呃 老实说 我相信 电视界以前的你们 一定会常常看到 家福的一些广告 他们有很多的捐款的专线 我觉得因为一定要帮助他们 是因为 我觉得孩子是我们下一代 非常大的一个力量 而且他们也很需要 得到大家的帮忙 他们才可以翻转他们的生命 翻转他们的人生 就像我当初一样 也被很多人帮忙 才会有现在的我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多多 呃 关注跟给予金钱上的帮忙 因为这个金钱才可以 支助家福 继续在做这些呃呃 开支善业的事情 谢谢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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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